佛家说 与人为善 善莫大焉 凡事情都会有因果 不过就是 有些回报来得早 有些回报来得晚罢了 有一个小沙咪去挑水 回来的路上被蛇咬了 回到寺院处理好伤口之后 小沙咪找到一根长长的竹竿 准备去打蛇 慧清法师健壮就过来问 你的伤口还痛吗 小沙咪说 不痛了 既然不痛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打蛇呀 因为我恨他 他咬了你 你就恨他 那你踩痛了他 他也恨你呀 他也应该咬你呀 你们双方因恨结冤了 可你是人呢 你该找些放下你心头的仇恨 圣人不仅只是懂得化解自己的仇恨 更要善于化解对方的仇恨 小沙咪正住了呆呆地看着慧清法师 法师又说 世界上的人一般对待仇恨有三种做法 第一种就是记仇 等于在你的心灵当中 割了一块污泥 自己总是在生活中 长寿仇恨带来的痛苦 第二种是尽快地忘掉仇恨 还自己平和与快乐 等于把淤泥弄碎了 在上面种上了花 第三种是主动和仇人和解 解开对方的心结 你就等于把自己心中生出的那朵花 去送给对方 如果你能做到第三种 你就与圣人境界差得不远了 小沙咪点点头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最好的解脱就是要学会放下 一个念头天地皆宽 相如以沫 退一步海阔天空 唯有放下怨恨 人生才能自由轻松 幸福常伴 有时候我们羡慕神仙的生活 就要懂得放下怨恨 晒过生仙不老翁啊 没有忘记不了的往事和旧人 什么都能忘记 只是你不想忘记而已 只有不愿意放下过去和回忆 放下过去你才能活在当下